1950年的2月 毛主席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 与周恩来和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一同乘坐火车返回国内 一行人决定沿着东北沿线返京 顺便考察一下东三省的工业基地 没有想到一顿饭却触怒了毛主席 回京后下令彻查 枪毙了42人 毛主席考察东北时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新中国刚刚成立 多年的战略让这个国家满目窗 正是百费代行之计 东北三省作为当时重工业的龙头 自然要重视起来 第一站到的就是哈尔滨 当地的领导热情招待 考虑到有外宾在 接风宴很有排面 很多菜在北京都没有见过 毛主席没脱紧锁 周总理也是笑了笑没有读牌子 宴席之后 毛主席对哈尔滨领导语重心长的说 我们国家刚刚成立 总体还很穷 不能够浪费 更不能吃山珍海味大鱼大肉 吃米饭和蔬菜就可以了 到了长春之后 毛主席的脸色好了很多 因为只准备了家常菜 却搞起了戒严 大街上不见人影 毛主席痛疲的 太脱离群众了 并下令解除了戒严 毛主席视察东北三省 在前两站的黑龙江和吉林都发了火 没有想到来到了沈阳 阵仗却变得更大了 宴席的牌面比哈尔滨的还要大 不仅有大鱼大肉 还有很多罕见的真凶美味 要不是估计有外宾 胡志明在场 他可能就当场发怒了 看到当地的官员 如此铺张浪费 伟人根本没有现象吃饭 只是跟胡主席碰了碰杯 吃了一点青彩 就在旁边抽起了烟 这还不算完 毛主席回到了招待所之后 服务员来传话 看到毛主席没吃什么 已经换掉了冷掉的饭菜 重新准备了衣装 毛主席气冲冲的离开了 连夜回到了北京 他在路上忧心冲冲 东北三省铺张浪费成风 让他想起了刚解放上海时 一位国民党官员说的 上海是个大展缸 让你们红着进来 黑着出去 当时为了肃清上海 我党下了不少的苦工 才改变了风气 没有想到 东北三省竟然如此的铺张浪费 大吃大喝 而且当地的领导 准备的很充分 能够提前准备好伟人银像 还专门准备了他喜欢的菜品 并没有人出面阻拦 说明当地官场已经形成风气 回到北京之后 毛主席即刻下令 在水扬打响反腐反贪第一枪 从1950年8月起到1951年的中旬 整个东三省都被翻了个遍 独立贪污腐败分子 光是水扬就有如此多的贪腐官员 那么全国呢 为了扫清贪污腐败的现象 著名的三反运动 就是反贪污 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 还抓到了刘青山和张子善两只大老虎 各个部门响应号召 递交了报告 部门贪腐人数已经占到了三四层 而且贪污手段多样 为了能够中饱私囊 不惜贩卖财经情报 勾结商人 盗卖国家资产 侵吞公务 做假账 有的甚至敲诈勒索 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呢 明显就是国家的助手 更有大胆的 居然在赈灾款上 动起了歪脑筋 巧地名目 向国家申保 将救灾款揣进了自己的药包 在毛主席的号召者下 这些贪官污吏都遭到了查处 最惊人的就是刘青山和张子善 竟然挪用了一百七十一亿的公款 毛主席得知后大怒 当即表示判处死刑 这场三贩运动当中 共有四十二人被判处了死刑 上万参观重为了阶下囚